Olá!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大家吃便當時間了 今天帶大家到白天的中校路 這裡有一家叫做阿頭礦肉 這一家很久以前我就介紹過了 只是前兩天朋友看我的便當片 有提到這一家 白天才吃得到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那我們已經回到家了 今天就來看中校路白天才吃得到的阿頭礦肉 這一家我個人是蠻推的 但是也是 便當沒買過 然後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他現在店裡面也不開放內用 所以只能帶便當 那便當就是剛剛 前面影片有看到三種而已 好像是肉燥 碎肉跟礦肉三種 那這個便當是90塊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便當長什麼樣子 來這是阿頭礦肉的 一個礦肉便當 然後菜有三種 三種菜 然後再加一個 油豆腐 然後這是他的礦肉 然後礦肉是 卡口的部分 這是腿褲啦 也就是蹄盤 然後這是他的 便當按捏90塊 接下來我們就來吃便當 今天天氣超級熱的 然後白天 尤其是白天 外面太陽超大 然後 這時候就吃點重口味的 會比較開胃 然後來 按照慣例 就先把 蓋子剪掉 方便大家 看這邊 他的菜有三種 剛剛有看到 就是 首先就是那個 孫冠 孫冠 這種天氣吃筍肝最棒 他的筍肝沒有 就是 沒有洗的 就是很 像有的店他會洗得 完全沒屁這樣子 然後他這個味道還OK 蠻剛好的 然後口感也是很爽脆 很爽脆 然後第二樣是那個 寒雞盒 雞瓜葉 這用燙的 應該是燙的 所以他們就是用燙的 這菜很貴啦 可以看到芹菜就覺得是相當不錯 雞瓜葉 它這個地瓜葉是 也是 有那個 粗的那個精油調掉啦 因為我上次有買一家 我又不說哪一家 它那個 地瓜葉 喔它吃得很爛耶 就是 那麼老的部分它也沒拿掉這樣 然後第三種是 燙豆芽 燙豆芽 好 其實我搞不清楚為什麼 很多人不喜歡吃豆芽菜 我覺得豆芽菜超好吃的 真的 而且它很便宜 很多人不吃豆芽菜可能就是想說 是不是因為 怕有那個 那個 因為它 它是那個 人工發的嘛 然後可能大家會怕它有一些生長技術 其實應該是沒有 反正菜貴的時候豆芽菜 是一個蠻便宜經濟實惠的選擇 還有一片薑 還有附一片薑 這個薑 兩片那個甜薑 這個夏天 天氣熱吃這個也是蠻開胃的 大家還快有豆腐滷的喔 你看這個 有豆腐滷的還蠻入味的喔 都已經完全有進去了 然後再來最重要就是 看他們家那個 礦肉 那講到阿頭礦肉啊 就是它這塊肉我覺得 就這塊 這塊我覺得它是屬於比較重口味的啦 就是 它的滷汁 是比較偏重口味的 然後它很下飯 那所以說 天氣熱的時候吃 這種 我覺得是剛剛好 那你如果是口味吃的比較清淡的 可能就會覺得它太鹹了 它太鹹了 那其實還好 因為 前幾天介紹禮海嘛 禮海的那個滴汁市場我覺得 最鹹的還是厲害啦 然後 這一家是 其實是還好 那我們來看它的礦肉 這個是腿褲的部分 讓大家看 然後它 它這個肉啊 瘦肉的部分會比較乾一點 對 因為現在瘦肉我覺得吃到 台中吃到最好的還是那個原子界的厲害 因為它每天早上現軟 然後它的瘦肉是嫩 是軟的 然後再來看這個飯 喔這個飯 唉呀這種飯怎麼可能不好吃呢 如果說真的它 它那個滴汁就要翻到上面去 味道還蠻剛好的 也不會有 也不會像它的顏色看起來好像就是很鹹 那90塊現在就大概便當就航行價了 它主要是 家店 個人也是滿推的 對 就是 自從我放棄那個大自入銷之後 去東區這一間大概也是我的前面幾名在選的店 然後以下就是 它以上就是今天的那個 便當 然後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 訂閱 按讚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最 新的便當資訊 第一手 就會讓你知道喔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掰掰 我們下午後 還是記得 我們下午後 點鐘 就在那邊 然後我們下午後 到這裡 再次 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